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我们周围有很多女性朋友用过各种各样的美容产品 试过各种各样的美容的方法 但是到最后发现自己还是皮肤的质量很差 面色发黄长各种各样的斑 你会发现美容皮肤护理仅仅只是一方面 而身体中的气血的协调脏腑功能的正常才是美丽的根本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来讲一讲 怎样才能用中医的方法让你有一副美丽的容颜 首先第一种皮肤的问题应该就是长斑了 总是发现脸上长斑特别多 并且呢半周围呢很多这种暗沉的问题 那像这种长斑的问题 我们在中医上呢更多见的就是气血淤质了 你怎么理解就是气血走得慢着 甚至的停下来不走了 所以说呢在面部呢就会形成这种斑点的问题 那和哪个脏气关系最密切呢 和肝关系最密切的 那肝有一个功能就是肝主疏泻 它可以呢让身体中的气血呢 在筋肉中充肠的运行 如果说肝的疏泻功能失常了 那气血一停下来 是不是就容易出问题了 那平常像这样的这种朋友呢 经常就干嘛呢 就要不然呢就经常脾气比较急躁 要不然呢就爱生闷急 或者碰上事啊 特别容易往心里去 不愿意说出来 但是呢总往心里憋着 像这种呢 肝气比较淤质的人 那特别容易会气淤了 淤住了就血也停下来 血一停下来呢 就特别容易会出现这种斑斑点点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舒肝行气 再活血呀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用菊花三克 用枸杞六克 再加上呢玫瑰花三克 最后呢再加上三克当归 那菊花呢可以清干 那再加上一个枸杞 是不是可以滋补肝肾啊 这是养肝的 那第三个加上一个玫瑰花 可以舒肝行气的 最后呢加上一个当归 可以补血活血的 所以说呢 这个行气的活血的补血的 那么养肝的那都凑齐了 那用这个小方法的效果就比较不错 那平时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去用一点 像逍遥完舒肝行气的 这样的药物 再加上一点什么呢 加上一点单身粉 或者用一点三七粉 哎口服 那么技能的舒肝行气 又能活血 对于呢容易长斑 效果就比较不错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面色发黄 那虽然说中国人是黄种人 但是如果你发现 整个面色蜡黄蜡黄的 透不出一点血色来 那这种情况当然就是一个 这种病理的状态了 那像这样的问题 最多见就是因为脾虚了 脾气虚导致的这种 气血生化发源 就会导致呢 你这个面色特别的这种 胃黄蜡黄 那像这样的人经常就干嘛呢 哎 就大便不成形 一身舌头 舌头两边全是牙齿印 齿痕 你看看你有没有 通常舌苔有些人还比较厚 哎 经常的还会出现 嗓子里面有痰呀 哎 这个吃饭的消化功能特别差 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那种脾胃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办呢 可以用一点这种 补气血的这样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种粥 叫四菌子粥 可以用一点 挡参用九克 加上芙苓九克 炒白竹九克 最后加上炙甘草六克 再加上精米 哎 精米呢 你就多加一点 就煮粥喝了 这样煮到一块去 那么吃粥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加上一点莲子啊 山药啊 嵌食啊 那都没问题了 那么这个小方法呢 哎 他不光可以健脾 立湿核心呢 他可以补气 里面有挡参和炒白珠 所以说呢 你想要调节的这样的问题 一定是要补气的 那么最后呢 再加上一点大枣和龙眼肉 把血也给补上 那么气血足了 那脾一腱运了 那自然呢 这个问题呢 就能减轻了 那第三种问题 就是面色特别的白 那这个白是什么意思啊 可不是说比较健康的 一看这个人小白脸 而是呢 指的是面色苍白 一点血色都透不出来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更多见的就是气血虚弱了 就是气血太弱了 就会导致面色透不出白了 那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以这种补血活血 一气为主啊 那通常像这样的人 他除了面色白 你看嘴唇也白 一个眼瞼的颜色也白 收指下也白 蹲下蹲久了 一起来就头晕 很多女性啊 月经量也少 颜色也淡 你可以用一个这种补气血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四五汤 四五汤呢 可以用熟地 用九克 加上呢 当归 当归用六克 再加上白勺 用六克 最后呢 加上三克的穿胸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加上啊 这个六克的挡身 是不是加上一点补气的药啊 那补气了 活血了 补血了 那么这个小方子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单独泡水喝 你呢 也可以比如说 煮这个排骨的时候 炖鸡的时候呢 把它包起来 一块炖一炖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比较好的 用这种血肉友情的 这样的这种食物 那么再加上这些药物 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 那面色呢 还有一种不好 就是呢 面色发黑 这个黑可不是指的皮肤黑 就是面色一看 就是那种不健康的 那种脸上像挺脏一样的 擦不掉的那种 发黑的那样的颜色 那黑色是哪个脏气啊 是不是肾所主啊 更多简单的就是审虚了 并且如果你发现 你的面色又黑又干 那么这种情况 可能更偏阴虚 如果你的面色又黑又暗淡 尤其是这个眼眶周围 这个地方还发黑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更多见这种肾阳虚 肾阳虚有点水饭的 这种情况了 那阴虚的话 还会出现 你想到了晚上 总是倒汗啊 当然肾虚了 腰膝酸软 头晕 耳鸣 记忆力 减退 是不是都出来了 那阳虚了之后 他是不是就怕冷 受脚冰凉了 那阴虚的话 我们更可以用一点 什么六味低黄丸 那阳虚 是不是又可以用一点 金龟肾气丸了 我们除了用药物之外呢 平时还可以多去吃一点 你听一下这个粥 黑芝麻 黑豆 黑米 再加上桑肾 最后加上核桃 它们几个呢 放到一块 煮粥盒 那么这些食物呢 很多是不是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入肾 第二个呢 除了黑色之外 本身就有比较好的 补肾一经的作用 对于呢 不管肾阴血 还是肾阳血 去用一用这个粥 都有比较好的这样的效果 那最后呢 再多讲一种啊 就是有些人呢 他面红 他怎么红啊 他就是这个两个颧骨 这个地方发红 他别的地方不红 就这个两个颧骨 像抹了妆似的 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发红 那这种人呢 更多见的就是阴虚阳抗 就身体中水少了 属阴的那一个东西 少了之后呢 这个虚火往上一浮 就是两全潮红 用什么呢 用一点脂白地黄丸就可以了 我们除了用这些食物的 调理的方法之外呢 那身体中有没有什么 非常有名的美容血位呢 那最后呢 再给大家来讲一下 血位呢 特别的简单 如果呢 你是脸上斑特别多的话 我们呢 要用两个血位 第一个呢 你斑多了 是不是和肝有关呀 我们是不是要梳肝啊 那梳肝用哪个血位呢 太充血 就在我们脚上 那么大指二指之间 顺着呢 这个两个指头缝往上摸 摸到这儿呢 摸不动了 这就是太充 它可以呢 疏干礼器 但是呢 你不能光疏干礼器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还有容易血瘀啊 那我们就要活血 活血在哪呢 在这儿 这叫血海穴 血海穴呢 在我们的这个大腿的 这个鬓骨的 这个内上角 再往上的两寸 两寸呢 也就是大约两个拇指的宽度 就在这儿 肌肉最风龙的地方 这个血位可以活血 补血 你看 是不是 形起活血的血位 它们两个 对于这种有斑的问题 效果就很好了 那除了用它之外呢 身体中 比如说脸色 脸上特别容易干 脸上缺水 哪个血位可以补水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血位 用什么呢 三阴胶穴 在哪呢 在我们的这个内怀肩 往上三寸 也就是四个手指头呢 并起来的宽度 在这个位置贴着骨头的后缘 这个血位呢 你肝脾肾三寸交汇的位置 多去揉一揉它 对于呢 脸上呢 这个水 特别少 皮肤比较干 那么这种问题呢 就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最后的话 我们去讲到了 如果说 是面色特别的尾黄 那么面色呢 这种脾须导致的面色发黄 那么可以去健脾补气 用足三里 在我们的呢 这个腿的外膝眼 膝盖下面有两个凹陷 靠外的这个凹陷 往下多少呢 三寸 也就是四个手指头 并起来的宽度 在我们的小腿的 这个前面这个骨头 往外一寸 筋骨全员旁开一寸 这个位置租三里 去多揉一揉它 健脾补气的效果 特别好 对于那面色发黄的 这样的人 就特别有效了 那最后呢 如果说呢 你皮肤特别的干 没有水分 那缺水了 是不是阴血亏虚啊 就是身体中阴也少 血也少 那就可以去用 前面讲到的这个 补血的这个四五汤 四五汤再加上一点呢 麦冬一块 麦冬加上六克就可以了 在里面呢 血和水都补上了 所以说对于呢 面比较干 脸比较干的 这样的朋友呢 就有比较好的效果了 最后呢 所有的食物呢 都不能代替药物 建议呢 药物在医师的指导下 来进行使用 好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